在特朗普坐着通过贸易摩擦让中国屈服的美梦的时候 西方媒体发现了中国正在准备打持久战的迹象 英国每日电讯报文章就表示 特朗普或许低估了中国对于受外国人摆布的根深低估的厌恶 文章称 面对特朗普外强中干的威吓 中国的应对具有启发性 并将成为这场愈演愈烈的争端能否早日解决的关键 中国在保持道德上的优势的同时 在不让关系破裂的情况下回击美国 但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可能正在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美国进步思考网站称 关税威胁对墨西哥或许起到作用 但对中国不会奏效 特朗普对华使用相同工具 期待得到同样效果 这是他的一种误判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斯科特·肯尼迪说 迄今他的做法没有令中国人屈服 到现在面对中国人 他没取得任何成功 彭博社6月12日发表文章称 中国之行 我看到一个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 做好准备的国家 该社记者在走访中国时发现 通过与中国官员 学者 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为期十天的交流 笔者见到的是一个正改写其与美国关系 并准备安然度过贸易战的国家 也就是说 没有看到特朗普当头一棒策略的成效 作者介绍称 处于这场冲突中心的中国电信设备巨头 华为公司 已经在转移供应链 并采取其他措施应对持久战 华为还开发了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 用来替代谷歌的安卓 现在紧张的是美国公司 华为董事长梁华对来访的美国记者表示 我们完全有信心活下去 据梁华介绍 华为为替代美国供应商做了十多年的规划 中国政府还推出政策来帮助这些高科技企业 中国宣布对软件和半导体设计公司 免征两年企业所得税 中国还提前发放了5G牌照 这将大大推动中国5G技术的发展 并在5G经济时代走在世界前面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6月10文章称 对华贸易战不可能赢 文章称 特朗普想通过加征关税轻而易举的 让中国实质性改变贸易和投资政策 实际上这很难 中国政府已动员国民坚决抵抗 相比特朗普向美国公众所做的 轻松获胜的虚假承诺 北京动员民众准备应对困难 并阐明国家对美长期斗争的必要性 作者称 多数观察家都认为 美国对华采取单边关税手段 不会取得想要的目标 此外 这样做可能产生长期负面效应 更令中国相信自己在未来的双边意志较量中会胜出 英国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普费腾 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 美国发动贸易战终究无法阻碍中国发展 世界也需要中国发展 普费腾认为 中国不但是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实际上 世界需要中国发展 因为中国的发展不仅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也将成为世界平衡发展 和平发展的驱动力 他说 中国在6月2日发布了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系统梳理和介绍了中美经贸磨擦的来龙去脉和 两国经贸磋商的基本情况 严正申明中国政府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原则立场 在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有记者问 有分析称周末发布的白皮书意味着 中国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请问商务部对此如何评论 高峰表示对于贸易摩擦 中国不想打 但也不怕打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不断升级摩擦 我们将奉陪到底 美国华盛顿邮件称 随着特朗普时代的转折 论持久战成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重温经典 中国已故领导人早就阐明了对付强敌的智慧 面对来自财力更强 装备更先进的对手的入侵 中国人民利用中国地大物博的优势 采取游击战策略 通过持续的小规模对抗 切断敌人的补给线 最终拖垮侵略者 这一战略在今天也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与中国充分考虑面临的困难相比 美国对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影响 并没有认真的评估 甚至到现在还不承认贸易摩擦造成的负面影响 面对最新的中美贸易数据也视而不见 美国人看上去就像在制造假象 在特朗普吹牛的口气下 就像明天美国就要再次获得胜利 面对中国的持久战 不知道特朗普能不能挺到美国大选前 听说美国农民已经快受不了 对打经济牌选战的特朗来说 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最致命的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